我是學問思潮成員的Tommy 我是負責7月2日 那個追擊梁振英和五黑劍行動的負責人 我覺得今天7月3日的傳媒報道 其實很多都未必跟事實有些東西沒提過 我們就想在這裡補充 我們就當日我們見到的東西 就是一班的公公婆婆 就是一早預先進入了會場 接著就一邊坐一邊坐 在場也有很多公公婆婆 而我們就不知道真正有需要的 一些當區的居民有多少 而且我們見到踏入大約4.9 他們就開始留下傳來節農的消息 很多位泛民的人士和政黨的人士 都進不來我們的會場 所以這方面我們有些質疑 就是質疑他是不是事前沒有通知過 我們泛民的區議員 今天CY會到團圓門呢 而且我們見到在裡面 流浪法只是安排了很多老人家 去做一些問題去做一些發問 而且安排了兩個工聯會的區議員 第一個是葵青區的文美娟 第二個是屯門區的陳文偉 這兩位其實是區議員 但是他們區議員都經常有機會去見CY 為何他們今天 為何他們那天都要跟我們 普通市民爭發問的機會呢 而且我們見到他們很多都安排了一些老人家 即是我們所說的自己人去發言 只是給了很少機會 給一些真的有需要的市民去問 我們見到其實整個混亂的場面 是源自有位政黨的成員在後面舉起 做起這個名字的牌 然後就引來一大堆的傳媒去追訪 然後那些傳媒是無理到梁振英的存在 所以他們就包圍了梁振英 然後梁振英就開始有個模樣 就好像準備離開 所以我們後期就開始 本來是一路舉牌議事不滿的 到最後我們見到他離開 我們先開始喊口號 我們希望直接向他表達我們 我們對國民教育科學的不滿 以及我們對中共黨員干預香港教育事務的不滿 然後我們見到他後來就走進去那個集合房 所以我們後期都沒有追到他 我們反而見到這個場面 我們又受到很多在場有事的指碼 cious! 억! 沒錢啊 報納! 報納 報納! 報納! 走啦 我們都見到那個交流會未必可以繼續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離場抗議 我們對交流會漠視民意我們覺得很失望 所以我們離場抗議 到最後我們在社區中心下面的球場 見到吳克劍被傳媒追訪 所以我們一班成員就在他後面 表達我們一些對國民教育科的不滿 我本人也可以親身去吳克劍 發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表達學生的壓力 以及我們有洗腦的憂慮 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裏面 所以我們要求他撤回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問他 會不會覺得中共黨員 贊寫國民教育科的教材 是干預了香港的教育事務 違反一國兩制呢 而他回答 都是不斷地由花園沒有正面回答過 他只不過重申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只是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以及正確的價值觀 但他沒有提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究竟是否必須要遲立呢 而且他只是說 教育局有權委派不同背景的人士去讚寫教材 以及每間學校有權自行決定用哪些教材 所以他是沒有直接回應我們的問題的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繼續去向吳克劍 繼續進行施壓 希望我們有一個正式機會進行正式的會面 而且我們也會發動不同的示威活動 去針對吳克劍 以及呼籲市民繼續支持我們 去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歐洲 感谢观看